你们有看过吗 两队同时在场上庆祝胜利的奇拔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一场霍内尔队上巴尔米拉的高中冠军赛 时间来到最后一局 此时巴尔米拉虽然二三垒有人 但也有两人出局且打者球数已满 投手这时候投出了一个好球 主审判定三阵并做出手势 但打者却直接往一垒方向冲 主手回头与裁判确认后 直接与队友开始庆祝 这是什么混乱的画面 但你们发现了吗 虽然打者被判离成证 但捕手却没有接到球 根据棒球规则投打对决时 投手投出的第三个好球如果没有被击出 那就必须要直接被捕手接捕后才算出局 如果球曾经触碰任何物体后 才进捕手手套 那捕手则是必须对打者进行肃杀 或传至一垒封杀才算出局 这也是大家熟悉的不死三阵 我们来重播看一下 捕手回头的时候 裁判有明确的做出safe的手势 但就这么刚好 捕手没有看到 接着整队直接happy的起来 但还是有人在状况内 二雷手此时发现不对劲 朝着队友们大喊 球呢球呢 但整队真的是太happy 所以没人听到 后面的追风少年则是继续的跑 对方都跑回来得分了 二雷手则还是继续在找球 接着换82米拉上场新注 真的是非常诡异 所以我说那个球呢 接着